律师也告诉我说 看你要不要多做一点善事 让法官改变对你的印象等等 那我的角度其实到了后来 我已经与官司这件事情 我已经看得非常非常开了 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我出道算蛮久的 可能之前不在这个 YouTube这个圈子这么活跃 但是直到我 我是直到我出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出道我从17、18岁出道吧 我是29岁出事情 当时我出道10年好了 我以前一直都是不可一世的我 但是直到出了这件事情之后 其实我可能进去蹲了一下 发现原来自己是这样 就开始认识自己 所以为什么官司这件事情 会看得这么开 就是因为如果我没出这条事情的话 我可能一辈子还是吊不浪当的我 虽然大家可能现在看我 还是吊不浪当的 但是其实我自己内心 去探视自己的时候 是我认为自己成长了不少 所以官司已经算是有点像是 听天有命了 所以你说会不会去特别再做些什么事情 来拯救这个官司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放开了 但愿下礼拜有一个跟那个浪反基金会的记者会 那为什么选择浪反 首先是本来会找我合作的基金会就不是那么的多 可能本来我觉得也可能觉得我比较正义 所以我觉得他们找我当时听了是很感兴趣 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与官司之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就是因为你看我这一次跟那个黄柏超在那个餐厅里面吵架 他也提起一句啊 说什么 你对台湾有什么贡献吗 就是他们都认为我都是一个没有贡献的 那怎么样才能够堵出这些白X嘴呢 其实就是我想要有一天 就是我跟浪反的这个基金会合作的这个方案 其实是我们要募款一亿去帮助一些反毒的机构 我们就要宣导反毒这件事情 然后要帮助一些偏远的台湾偏远的小孩 然后再来去关心这些照顾这些汤宝宝 我不知道说汤宝宝会有点不太礼貌 主要是这三个客群 还是面相 三个面相啦 所以做了这件事情 无论最后目到的金额是不是有到一役 对我来说没关系 但是我曾经想要发起这个行动 我觉得以后这些人可能就会闭嘴了 那当然于到我现在这个状态 我觉得的确是台湾给了我这个舞台 无论是以前在打电动也好 还是现在自媒体也好 我觉得取之社会啦 用之社会啦 所以别人听起来可能有点矫情 但是我也不是很在意 你之前有想过要拿到台湾的国际吗 其实我一直都有这个想法 那只是说 因为之前没有出这个事情嘛 那未来可能没有这个国际的话 可能也会面对到一些阻碍 那的确我在台湾也扎根了这么久了 不是说有多么的想要 因为我是觉得我自己是一个 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 我都能够生存的一个人 我也不觉得我自己有一天会饿死 所以我是因为真的 待在台湾时间太久太久了 所以我其实很很习惯这个地方 也已经很很希望之后 啊就在这里生活就好了 大概是这种想法 如果现在能让你跟 接下来三省法官 对 开展前前讲一些话 你希望可以对他所得 因为你在一二省的时候会觉得他们 就是一直凭着对你的 比较负面的印象在判断 因为其实就我不知道 因为我也有问过一些可能一些前辈 他们也说台湾的法律很难影响到 就是外界很难影响到 一份是这个网路的舆论也好 或者说你是怎么样怎么样也好 都很难影响到 所以可能他们觉得说 他们就说这个很难啊很难啊 所以我只想告诉这位三省法官 一件事情 这个黄柏超在这个打我的过程当中 我连手都没有还 我能是一个多坏的人啊 我是这么想啦 所以法官听不听我 我觉得就算了啦 因为说是说了啦 但是我觉得讲什么 其实说真的也没什么用了啦 但是就也没关系 我们下集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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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从小里面 does not lie 那么开心 我们下集大了